2023年是一带路参议提出的10周年 正如大家所知道 截止到2023年的5月份 中国已经和151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 共建一带路的合作文件 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 于14个国家签署了三番市场合作的文件 还于30多个国家 共同发起了一带路绿色发展伙伴的参议 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 投资规模差不多有1万亿美元 那么世界银行前段时间 发布了一个一带路经济学的报告 这一带路经济学报告中要讲 一带路建设使得沿线国家和地区 实际收入额额外增长了1.2%到3.4% 全球实际收入额额外增长了0.7%到2.9% 共建一带路使得参与方的贸易额额额外增长了4.1% 外资额外也增长了5% 还使得低收入国家的GDP额外增长了3.4% 所以还有一个测算就是我们会看到到2030年 共建一带路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的额外的收益 那就意味着全球GDP额外增长了1.3% 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看 一带路的的确确是给世界正在天观天色 很明显的我们也看到一带路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 共同收益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2018年的8月27号 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 要推动共建一带路高质量发展转变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么后来在多次会议上 中国的决策层都在强调要高质量共建一带路 那到底什么叫高质量共建一带路 现在学术界对高质量共建一带路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 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大概有这么四点 第一就是发展愿景的高质量 一带路比美国的19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 日本的1980年代的黑字环流计划 这些发达国家过往的全球合作参议 一带路应该是更加有全球构想和合作的愿景 高质量的共建一带路的未来 它不是要搞地缘政治联盟或者军事同盟 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 也不是以意识形态化界或搞零和的游戏 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动为抓手 打造双环流全新的价值体系 去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个层面的深度的融合 去弥补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 为重新构建全球治理范式和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推动新型的全球化 进而去形成人类命共同体 这个紧密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预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发展愿景的包容远大和深厚 是一带路高质量共建的重要的动力 第二 合作路径的高质量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第三次一带路做常会上就强调 把基础设施硬连通作为重要的方向 把规则标准的软连通作为重要的支撑 把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连通作为重要的基础 推动共建一带路的高质量发展 取得十大十沉甸甸的成就 所以在这方面来看 合作路径互联互通 是一带路高质量构建的重要的基础 第三 建设方式的高质量 十年来一带路不只是陆海空领域建设 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空中丝绸之路 数值丝绸之路 天际丝绸之路 还立志于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连结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 智力丝绸之路 和平丝绸之路 所以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合作构想 意味着一带路各国之间的生机勃勃 群测群力 高度互信的开放系统 还意味着基建引领 产业集聚 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的 这样的综合互联互通的效应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建设方式的开放包容 互惠共赢 是一带路高质量构建的重要的手段 第四 组织机制的高质量 那回顾过去十年 从中央到各部委 再到各个地方研究出台了 一系列一带路建设的具体的政策措施 再到推动一带路与西部开发 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 东部率先发展 研编开发 开放 紧密结合 再到重点支持基建联通 资源开发 经贸产能 合作区建设 技术研发 支撑 等等这些战略性的优先项目 及其配套服务的完善 还到任务分解 监督 检查 风险 繁范 问题 把关的协调机制 以及遍及全球的 入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际的 开放格局的形成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 它肯定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 事实上已经证明 组织机制的高效 有违和精细 是一带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保障 作为有志于推动 全球更好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路 它不可能不经历分浪 也不可能一处而就 但是只要继续保持 高质量的共建的方式 和机制的爆炸 一带路的顺利进展 并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 必然是可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